OK 今天我们讲讲近几年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疫情 去年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 一直到现在都影响着各行各业 对影视行业来说也许是最难的一段时光 电影院关了又开 开了又关 很多电影延期又撤党 比如《唐人街探案3》真人迟了一年才上映 又比如原定今夏上映的《长津湖》 为了躲开疫情被迫撤党 因此研究这一话题 实际上也是探讨疫情下的影视行业有怎样的影响 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都要涉及 因此这个话题我们完全可以放在02 影视现象的板块 没有问题吧 然后借助今天一套预测题 新冠肺炎疫情对电影产业的影响 及以后的发展测论 来对今天的考点有个整体的认识 OK Here we go 我们都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 影响着影视的行业 融资 创作 拍摄 制作等 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了极大的牵连 出现了融资难 现金流断裂 资金周转困难等巨大的挫折 但所有这些问题大多发生在线下的阶段 反而对线上来说却给了一个很大的机遇 加速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迫使影视公司朝着多业态方向发展 提制减量持续 助推影视行业高质量的发展 数字化进程加快等等等等 流媒体平台这两年可谓是风生水起 线上取代线下知识已经初见端倪 将来势必覆盖影视创作的整个生产流程 那么我们就将屏幕上的观念词串联一番 咱们先写个综数 没有问题吧 好 接下来我们从极简标签85个角度观点 去结合范例 去探讨一下疫情下 影视行业当下的现状是如何的吧 第一个点是凋零 疫情的出现对影视放映来说 无疑是一个暴击 尤其是线下的放映方 我们就用屏幕上的观念词 进行整体的概括 背下这个标签之后 咱们开始举例吧 虽然自大赢家 2021年3月20日线上首映发行以来 陆续也有我们永不延弃 春潮 空潮等影片继续走远转线的发行模式 然而再也没有电影能够达到 《九妈》和《大赢家》这两部电影 同等量级的话题度 到目前为止 走远转线发行模式电影 都是一些中小成本电影 那些原本打算在春节党 以及其后党上映的大制作电影 比如《江死牙》 《急前锋》 《唐人介太阳3》等等 都没有选择线上发行 而选择继续等待中国电影市场的复苏 事实上 中高成本电影对网络首发是心怀戒备的 并且这种戒备也不是毫无缘由的 首先 互联网的盗版资源 对正版资源具有劣币驱逐良币式的威胁 线上发行是通过互联网 进行网络首映的发行活动 互联网有着快速传播 信息计时 高频复制的特点 但是这种特点 对知识版权 尤其是电影版权的影响 成了出品方最为顾虑的地方 盗版资源在市场横行 必然会打乱原有的市场秩序 必然会冲击正版资源的利益 而电影利益的保证 首先是依靠放映权限的限制 然而互联网的大环境 会瓦解这种放映权限 这是许多大制片商最顾虑的问题 在院线电影人看来 作为次生产链的网络发行 能带来的利润相当有限 因此 现在网络上进行首映发行的电影作品 大部分都属于中小成本电影 这一类电影投入资金相对比较少 相应的 他们的票房潜力 在正常情况下相对也比较小 因而即便放弃了院线发行 转为线上发行 也能够满足其票房的预期收入 而中高成本电影则不同 他们投入的资金相对比较多 相应的对市场的回报预期也就更高 对于这类电影来说 院线发行才是其能够获得利润的主要方式 如果让他们进行网络发行 无异于放弃高额的利润回报 好 接下来我们谈第二个角度 就是多元化了 疫情对线下放映市场的冲击 给线上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我们可以发现 近几年的网络剧 网络电影都出现了很多的爆款 品质进一步的提升 不再是前几年的粗质滥造 低成本的网剧模式 而是逐渐开始走精品化路线 主题也趋于多元 疫情期间也涌现出了一些好的作品 比如《我是鱼欢水》 《唐人街泰暗》等爆款短剧 短剧作为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以其体量小 内容紧凑 剧情跌宕起伏等特点 俘获了一大批观众的心 但是在政策的号召和市场的竞争机制下 12到30级的优质短剧的创作生产 将成为大势所趋 因此影视公司 应牢牢的把握发展的新的机遇 加快抢占发展先机 生产创作一批贴近群众 关照社会 反映时代的精品短剧 好 下一点是跨媒介传播 这个很好理解 往常我们看电影的主要模式 还是影院模式 但现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手机 平板 MP4 电脑 投影 家庭影院等等 想在哪看 在哪看 你可能说这样的方式 没有影院的仪式感 但仪式感这种东西 其实也是人为制造的 你在家关上灯 弄个大投影 喊一些朋友坐在身边 约定好都不要说话 那这和影院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此次疫情虽然阻碍了 人们在院线观影的独特体验 但是数据显示 2021年 越来越多的用户 选择大屏幕观看电影 电视端成为了网络电影 分账票房新的增长点 爱奇艺数据显示 奇异果TV的日活月亮 达到了4,319万台 爱奇艺网络电影 在电视端票房贡献量 相比于2020年 上涨了55%以上 除此以外 近几个月受疫情影响 终端用户受众群的增多 不同身份 年龄的用户 都有可能成为 网络电影的消费者 这的确为网络电影 增加粉丝 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此外 移动化成为了主流 近几年 智能电视的终端接口 实行了会员制 加之手机智能化的普遍 因此由电视 手机和电脑 三个屏幕的交互 外加2020年 抖音 快手等平台 推出了一系列 看视频赚钱的 营销举措和推广模式 很大程度上 将线下的受众 引到线上 在人们审美水平 越来越高的今天 人们对于视听 想说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 因此网络电影 在不断的追求 精品化升级的道路上 只要质量过硬 受众难道还不是 不请自来吗 好 下一个标签 影视行业的兴旺发达 怎么疫情还对市场 有促进作用呢 没错 我说的 就是线上的市场 多项数据显示 疫情爆发初期 全国家务电视机的 开机平均时间 约为330到380分钟一天 城镇居民的收视增幅更大 超半数的用户开机时间 高于7个小时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人们对于 疫情状况的关注 电视新闻与疫情相关的 特别节目收视率 大幅上升 而央视推出的 《战疫情特别报道》节目 收视规模达到3.6亿次 全国观众收视 总时长超过284亿分钟 另外 受疫情影响 由爱奇艺 腾讯 优酷等 视频企业自制或投资的 电影与电视剧的播放量 一路飙升 就网络剧而言 腾讯视频出品的《降业2》 累计播放量就超过了9亿 所以我们可以说 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电影 在疫情期间的点击量 都得到大大的提升 而在疫情结束之后 观众的报复性观影热情 直接助推影乐人数暴涨 虽然口碑褒贬不一 但疫情后的第一部上映大片 《八百》 名副其实的赢得了票房的分收 成为了今年电影行业 复苏的标志性的事件 作为复工后上映的 首部上映大片 《八百》点燃了观众 去影院观演的热情 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 到8月31号 《八百》已经成为了 中国影史第20部 21的票房电影 同时也是2020年度 全球首部单地区21影片 好 下一个标签的 就是融媒了 融媒主要指的是 发行阶段的影响 既然疫情 让电影从线下 逐渐走上了线上 那么线上的平台 势必要把发行宣传的重点 更多地在线上进行 甚至很多自媒体平台 也开始与影视创作联姻 比如抖音开始有了 自己的自制短剧 甚至买下院线电影的播映圈 在线上首发赌播 线上媒体和线下媒体的 壁垒逐渐瓦解 比如2020年5月1日 网络电影 欠于幽魂人间情 凭借堪比院线级别的 电影票房成功破圈 让中国电影行业 看到了网络电影 所拥有的无限潜能 2020年6月15日 猫眼专业版 正式接入了 腾讯视频的 网络电影分账票房的数据 成为了业内首家 集合了腾讯视频 爱奇艺 优酷 三方网络电影的数据的平台 以此为节点 国内网络电影的数据 透明化的程度 进入了新的阶段 至此 产业链底端的杂牌军 终于变成了正规军 以往在院线电影人看来 不是电影的网络电影 终于成为了 标准意义上的电影 为了让影视行业 度过这个困难时期 广电总局 也给予了相应的政策去扶持 我们可以根据一些例子 去证明这一点 今年的2月19号 北京市委宣言部 市政府新闻办 联合多部门 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了关于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促进文化企业健康发展的 若干措施 这项措施总共有28条 分别从缓解当前企业经营压力 保障精品内容的创作生产 培育企业发展全新动能 优化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等5个方面 对疫情结束后的文化产业发展 进行了引导 其中关于电影方面的福利 总共有6 而关于这6个政策 我在评论区已经发布了 请大家直接去收集这些素材吧 好吧 终于把我们素材全部搞定了 接下来才是重点 那像这样一个类型题目 毫无疑问就是一道大题 那么怎么样 把这么大蛋糕吃下去呢 来进我们的part2 基建法解题演示吧 题目呢 依然还是咱们一开始的 新冠肺炎疫情 对电影产业的影响 及疫后的发展策略 来大家看看 我是怎么解题的 第一步呢 开头提炼考点 写出名词解释 毫无疑问 这道题的考点呢 就是疫情了 都写在题目里面了 而我们要写出的名词解释 其实呢 也早先已经完成了 挪到这个位置 毫无压力吧 好 下一步呢 就比较重要了 判断正反切入段落 那么这道题谈影响 影响自然也可以分为 正面影响和反面影响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不如先从反面来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给出一个 负面的切入段落即可了 大家只要像我一样 学会填词即可 目前在疫情的影响下 电影产业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了诸多的问题 给影视艺术带来 不小的冲击和负面影响 其具体表现如下 哎怎么样 这么写没有问题吧 好 下一步呢 罗列观点 我们需要结合极简标签 结合词库 才能够转化你的正面观点 比如刚才我们分析的例子来看 负面角度标签就一个 就是市场范围的凋零 属于产业范围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 凋零这个标签 找到对应的词库 比如凋零这个词库的标签 展开之后呢 找到其中一个 无从建构起成熟的行业规则 来替换掉原来的凋零标签 就可以了 而词库里面其他词也不能浪费 接下来下一步 使用标签词库 结合考点 任意搭配观点词进行展开 比如调令这个词库中的其他词 我随便选几个 然后进行串联 连接在一起 就可以成为这个段落 受到疫情影响 传统的影视行业面临巨大冲击 致使基层工匠人才的匮乏 形成了低效的行业运转状态 在影视行业中 创造了一个内部撕裂的生存环境 难以支撑起标准化的工业流血源生产 一点问题都没有吧 OK 接下来下一步就更加简单了 直接拿出刚才的范例 进行对应 把刚才粒子直接挪过来就可以了 好 反面切入之后 我们来看正面的观点 同样我也给出一个模板段落 填字之后直接挪用就可以了 在疫情的影响下 在线流媒体平台 用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内容 和新颖的表现方式 赢得了观众的赞誉 在各年龄受众群体中广受好评 引发了电影艺术话语 向社会大众话语的转换与延伸 没有问题吧 好 下一步还是一样 我们罗列一下正面的观点 它们分别是 多元 市场 政策 跨媒 融媒 我们配合标签词固 进行观点的美化 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答案 好 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结尾段 大家看下这道题目的后半句话 是不是还要谈一下 以后的发展处理 那么这时候就要引用 我最强的一颗糖体能妙计 来写策略 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搭配一个模板写一句话 所谓的模板就是如屏幕所示的段落 简单填字之后就变成了 中生核数在异性的影响下 我国的影视场进入了一个 旗帜增效的关键时期 面对并存的机遇和挑战 这我的影视场应该取长不断 做出诸多的改进措施 然后我们用一颗糖井囊妙计来写对策 根据刚才举例 符合标签有六个 多元政策 市场 融媒 跨媒和凌零 我们首先根据融媒这个标签 可以定位井囊妙计的发行环节 依次罗列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结尾段了 非常简单吧 终于这道题被我们先完成了 第一段串点观词写名词解释 第二段反面切入套模板 然后罗列极简标签转坏为你的观点 词空展开写出段落 在底下正面切入套模板 在罗列正面的标签 最后一颗糖井两半字写结尾策略收工 我是一个糖学长 你的考验并报告 下期再见 拜拜